善于观察细节 我们就能在生活中找到幽默趣事 一个善于观察的人一定是心思细腻讨人喜欢的 周末市民小王和女友手牵着手走在河边 突然女友停了下来 微微仰起了头 眼睛闭上了 比较轻轻的吸动 小王一看 这是要和我轻轻的节奏啊 小王看着女友红红的嘴唇 害羞的嘟着嘴 慢慢的靠近 突然 女友一声朝小王打了一大喷嚏 这就是属于不会观察身后的人 难道打喷嚏你都看不出来吗 不得不说 你这个悟性啊 还不能当女友的知心狗腿子呀 是不 狗子 猛丑闹翻天 主人 考验我们心有灵犀的时候到了 你有重要的东西忘记买了 你知道吗 该买的都买齐了 这些狗子啊咱们换回家吧 你真的忘记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 这些这些都是我最喜欢的零食 你就真的不准备给我买一点吗 主人 你起床了 看看这是我们一个中午的杰作 是不是很满意呀 二哈 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吧 大王 你说明明我们这么棒 为什么主人还会生气 二哈 你是不是傻 谁一觉醒来看到家里变成这样会开心 幸好我机智躲在凳子下面 主人也打不着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油条摆在我面前 我就吃不到它 旋转跳跃我比睁眼 主人你也来了 不是我说 你买的沙发质量也太差了 快去换一个新的给我们 记得要粉红色的 爸爸 说得多干净 你快去吃啥 妈妈 你真是我妈妈妈 说好的哼我睡觉 怎么自己先睡着了 走走走 去一个没有人的地方 我要吃毒食 得得我 我还没吃人 我说小熊猫们 请注意你们的身份 为了零食 形象就可以不要了吗 形象是什么 好吃吗 我说鸟儿 你是怎么钻到我车灯里去的 我也很绝望 一觉醒来就在这里了 快帮我出去 哥们儿 你是500年前被瘪下凡间的小猪吗 怎么长成了一只狗的样子 难道是凡间的水土不适合我们 宝宝还是回到天上去 笑 不管是想什么了 你快给我回来 说好的全家福 缺一不合 原谅我这一生放纵不羁 爱自由 行了 就这样吧 你们保持不动 我去拍照 主人终于走了 我们可以自由活动了 小奶妈们 说好拍照的呢 你们全跑了 我拍谁 拍了这么久的队形 一秒钟全乱套 心疼这个主人呢 天亮了 几点了 看看时间 我的手机呢 明明放在枕头底下的呀 完了 手机不见了 我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刷一遍朋友圈的呢 主人 是不是你把我手机拿走了 你看 这里这里都没有 一定是你藏起来了 对不对 主人 你确定是怕我冷才这样对我 不是想把我包成煎饼吃掉吧 给我一个准确的回答可以吗 我有点 不行 你吃太多了 你看你这个大人还要 你看你肚子 都变那么大了 吃少了 不要 不给人吃 不行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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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大喵 求人不如求己 自己用手机交个外卖 想吃什么就用什么 外卖小哥 你终于来了 乖 怪不得你 号称动物界的终极吃货 最吃东西的本地 我服 这就是传说中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魔镜 这么多年了也不知道他过得好不好 在哪里 叫什么 是我不够虔诚吗 魔镜 魔镜 快告诉我呀 一个人的欲望和幸福感呢 它是成反比的 有的人觉得房子越大越幸福 车子越好越快乐 那也有人觉得 又有一套小房子 养一只狗狗和爱的人一起吃一顿亲手做的晚餐 就幸福得不得了了 其实呢 我的觉悟是最高的 有些人觉得 在小房子里蜗居很分心啊 我告诉你们啊 有客厅的房子那都不算蜗居 你见过蜗牛 请着其他的软体动物进来喝杯茶的吗 所以呢 有房子就很幸福了 知足吧 你们 好啦 又到了看咱们朋友圈 微博里那些转发量较多的去图的时候了 一起来看看吧 在这个娃娃机上面 我已经投了几百块钱的币了 还是没能把这个最大的小荒鸭抓下来 请问高手有什么诀窍可以传授给我吗 朋友 这么小的洞口 小荒鸭能掉得下去吗 主人 你要是想养一只兔子可以直说 我宽宏大量不会在意的 只要你不折腾我什么都好说 我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是不是该把我耳朵上的皮筋拿下来了 难道你还期望我这样能给你增强WiFi信号吗 我的头发呢 刚刚还在这儿的 怎么一觉醒来全没了 我不管 你把头发还给我 孩子 你是不是有点后知后觉呢 乌龟 你不要妄想和那只羊做朋友了 你没有发现它一年多以来从来没有动过吗 一年多没动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误会还能两年不动呢 要不要比比看 每次看到那些在街头耍杂技的人 我就充满着佩服 比如这位踩着高桥扔火棒的人 没有台下十年功他敢表演吗 等等 现场的气氛好像有点尴尬 你自己失手掉下去的火棒 你得自己想办法去捡吧 让我一个大长腿 万一要捡东西 这不是为难我吗 隔壁邻居为了防盗也是拼了 把家里的玩偶熊挂在门口站岗 贼没有被吓到 倒是把我给吓得不起你 估计贼会把这个娃娃收下当做礼物吧 在这里提醒各位养猫的朋友 不要轻易就去亲吻猫咪 因为这样很容易引起视线模糊 让你亲娃 让你亲娃 今天不胖走你一顿 你不知道这个家谁做主 在朋友的车上坐了十几分钟才发现 他的后视镜居然变成了这样 请问你是怎么开车上路的 不是我吹牛 我开车上路完全是靠自己强大的自信 老板 虽然你是瞎做瞎卖 但是你所有的东西都卖空了 我能采访一下你的生意经吗 我的生意经就是不要瞎做瞎卖 否则你就只能卖车了 姑娘 碰见这样的男人 你就赶紧嫁了他 毕竟愿意为你吃脚走在街上的人 已经不多了 大哥 碰到这样的姑娘 你就赶紧去带他买双皮底鞋吧 从牙刷架我就能看出 这个家的主人应该是位程序员 或者计算机专业的宅男 因为他的生活 已经处处离不开电脑配件了 从一个牙刷不难看出 你已经单身很久了吧 好了 各位亲们